姚立前縣長徐耀昌自揭心寒過往 文中點出有些人的年少無知 可以被原諒 有些人卻不行 因為他們的背景太過沉重 無論放在過去或未來都很致命 拼翻轉的曾文學 直指所講之人是對手邱振鈞 這些人的過去 這些人的點點滴滴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我們所揭露的 邱市長的這些東西 或許大家都有所耳聞 發文會影響到邱振鈞選舉 我認為現在目前 鄉親已經既定 該選擇誰 就已經確定是選擇誰了 立委選在苗栗常年 國民黨一黨全拿 就像主起的高牆難以攻破 徐耀昌的一席話 會影響選情嗎 地方政壇揣測 前縣長徐耀昌 在倒數關鍵兩天 發表心底話 有沒有可能地方發酵 影響來營支持者 或中間選民換邊站 鄭文學先拿 徐耀昌的話反攻邱振鈞 更控訴在南苗市場 掃接發文宣時 引來遠近關切 另外鄭文學提供 疑似挺邱振鈞 陣營的群組 流出了訊息 表示剛剛朋友的里長 跟隨發黑函的人 回收黑函 發文宣的時候 他們竟然把這些合法的文宣 邀請警察來 讓我們心生恐懼 同時我們的派報人員 也受到威脅 邱振鈞 陣營僅回應 不隨之起舞 其欲不願多說 而苗栗警方表示 街道民眾指控疑似 曾文學陣營再發黑函 才會到場了解 三零群 黃孟正 王子瑜 苗栗報導